深山的浴室 像這種暮黑造謠 用下山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選舉 一個很羞恥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種暮黑的事情 到這裡就好了 不然我們一年可以知道 我們在對於提出法律 推出的權利 來保護我們自己 因為現在選舉的好 這的影響就很專業 所以我覺得 水方 政府要好就好了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在意識電影 特別來關心 我將你網路上報名 報名 報名我那位投銷 這是嫁人 她就是說 用剪接的方式 再來幫我抹黑 造謠 就是說 我知道這件事的影響就是 製米糾紛 我是特別要跟他們了解 第二就是說 警察也有來到現場 已經都有處理好事了 政府也完全來處理 也沒有任何的報名的傾向 第三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投銷 才有可能穿著我 自己收到我的名字 第三 更投銷 這是太狠了嗎 第四 就是說 我有掌握 已經有報案 有修理了 如果她要繼續保護的人 她要自己要負責 反而結論 再來就是說 拜託大家 支持營業峰的民眾 不能失去信心的 我們是用實力來選的 別人是用抹黑的情形來選的 我們要兼容 拜託 一號 一號 任隆風 繼續跟齋輝和支持 拜託 拜託 一號 一號 7個的香港人 開始升會 在這裡 下面資產還行 足夠 Each átide slice 都要完全 الا重量 對著一些都 rollingtał 他們 Page 9 notifications 而且更采風 完全兜討 あー不太即使 我們打算 關於這兩天WB還有網路流傳的貼圖 這是有新人士故意抹黑造謠 因為選舉將近了 剩下多禮拜 這個貼圖也抹散了 我們這些所要參選的這些連任的這些民意代表 以上面所推出請所推的 民意代表和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我們五個人家希望給得更新的選舉 幸福西湖 團結明天任 幸福西湖 明天會更好 也好